宋慈刚到太平县就被一幕吸引了 只见几个彪形大汉 抬着一个病妇 急急忙忙的赶路 尽管天气很热 却窝得严严实实 虽然竹床并不大 但四个大汉盒里依然是气喘吁吁 尤其是病妇头上 标志性的发肌更让他无法忽视 布托王 你带几个弟兄跟着他们 连这班毛贼带赃物 甭给我送到县衙去 布托王不解 但宋慈坚定的说 如果没有赃物 那可就见鬼了 说把直奔太平县衙而去 此时太平之县吴苗水 正带着三班牙役 准备出城迎接送辞 唐书丽急急忙忙来报 说东城珠宝行昨夜失窃 价值万两的珠宝不翼而飞 吴苗水恼火不已 价值万两可是大案 早不发生晚不发生 偏偏在上次来巡视时发生 这不是打自己的脸吗 于是他吩咐唐书丽 就说已经掌握线索 警告珠宝行切勿声张 吴大人你已经有线索了 笨蛋 这不是为了瞒我提醒官大人吗 话已经刚落 宋慈就出现在他面前 惊得吴苗水目瞪口呆 宋慈笑着问他 本县的百姓对你评价如何 吴苗水拍着胸部夸夸其谈 无非夸卑职 爱民如子 清明如敬 断誉如神 宋慈又问太平县昨夜 是否发生一起大案 吴苗水一惊 最近又铁板钉钉的说 谣传绝对是谣传 不是卑职自夸 经过卑职多年治理 太平县的民风可以说是 夜不庇护 路无不时宜 所以卑职可以保证 在我的眼皮子底下 绝不可能发生万两道案 这可真是不打自招 吴苗水此刻想死的心都有了 这也让宋慈基本上了解 刺工的人品和官德了 他索性直接谈牌 让捕头王等牙役 把开头的那伙大汉 直接压进了县阳 并告诉吴苗水 这是一个盗窃团伙 昨夜失窃的万两珠宝 正是他们所为 吴苗水难以置信 落网的贼手也表示不服 若不是有人告密 绝不会轻易被抓 没有人向官府禀告 众人一头雾水 既然如此 大人您是如何知道的 宋慈笑了笑 要怪就怪那病妇 一头青龙女子的发肌 泄露了你们的天际 你们几个农家大汉 一大清早从城里 抬着个妓女进山 这本身就让人生疑 更让人疑惑的是 她一个弱女子能有多重 竟让你们四个大汉 各个汉流浃背 还不是被褥当中另有夹呆 如果说以上两点 还只是令人生疑 那么最后一点 无疑是不打次招了 那就是你们一路之上 不时地紧悟住被子 如此细心之举 难不成是怕大热天 那病妇吹风着凉不成 佩妇 我等输在这位大老爷手下 也输得心服口服啊 宋慈瞥了一眼 听傻眼的吴苗水 嘲讽地说道 刚才吴大人还自称 路不时宜夜不庇护 你们几个却专挑 这个时候作案 何时宜啊 吴苗水瞠目结舌 一脸的黑线 更让他不安的是 这位断案如神的宋提行 接下来竟要长日 这不是要他的老命吗 吴苗水的额头 开始不自觉地冒冷汗了 曹墨 你因何杀人同时召来 我没杀人啊 曹墨 你敢反共 这一声喝斥 让曹墨回想起 一次次的过堂 带给他的身不如死 于是急忙改口 不不不 我不反共 只见吴苗水连忙解释 说这个犯人神情恍惚 经常是胡言乱语 曹墨年迈的老母 一边恳求 不要再惊吓自己的儿子 一边伸手去安慰曹墨 却在不经意间露出胳膊上 长长的伤疤 宋慈心中一颤 回头看了看吴苗水 阴沉着脸一言不发 重重地走出牢房 这让吴苗水大汗淋漓 回去之后越想越不踏实 于是连夜返回死牢 故意试探曹墨 说你知道今天 前来查狱的人是谁吗 他就是大名鼎鼎的 段狱神手 人称包公在世的 狄行官宋大人 曹墨闻言动了一下 吴苗水没有放过 这一细微的动作 继续引诱他说 如果你觉得冤枉 这可是翻案的天赐良机呀 曹墨听闻之后 死尽沉沉的目光 竟然有了一丝光亮 吴苗水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幕 话锋一转 说我就知道你不会死心 你想翻供对不对 但我告诉你 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 也救不了你 宋大人茶遇 不过是例行公事 无非就是让你曹墨 多过几次汤 曹墨脸上肌肉 神经质的一阵抽搐 目的闪过一个可怕警警 一根行棍高高举起 狠狠地撒下 随着一声惨叫 一条手臂生生之断 当时是我生气恍惚 我说的不是实话 都是胡话 见曹墨的求生意志 已经被彻底摧垮 吴苗水才心满意足地 走出了死囚牢房 殊不知 曹墨母子的身影 在宋子脑中挥之不去 所以一大清早 他就让县衙的唐苏丽 把吴苗水办案的卷宗 全部送到了提醒衙门 结果不看不要紧 一看就更恼火了 案情十有八九 暗犹不明 有的治愈三五年 甚至十几年未能结案 宋子又特意查看了 曹墨杀人案的验尸报告 发现偌大的验尸部上 只有区区八个字 皮破出血 利气所伤 宋子气愤地和尚建宗 陷入到深深的沉思当中 他回忆当初到死牢时 对曹墨的那一声呵斥 曹墨惊慌之下 脱口而出没有杀人 这是他的本能反应 负雷又急忙改口 非明是受吴苗水威胁 你见色起义 杀害王寺 证据确凿 你敢放供 直觉告诉宋子 这个案子有重大冤情 他猛地睁开眼 重新翻阅了卷宗 只见刑部的批文上 明确地写着 曹墨杀人案终审判决 八月十五日一律出寨 宋子惊呼一声 只剩三天了 他赶紧让捕头王连夜去县压 拿回此案有关的所有物证 却发现吴苗水 也捧着一件血衣过来了 说曹墨杀人的菜刀 掉进河里无法打捞 物证就只剩下这件衣服了 宋子拿起血衣 只看一眼 脸色就变得异常难看 各位看官老爷们 你能猜出宋子 有什么重大发现吗 欢迎留言分享你的观点 我是刀刀 咱们下回再说 咱们下回来